县府圆明局争取到交通部观光局核定600万元经费 县长林明曾在县议员廖文贤、林芳瑜、圆明局长史强等人的陪同之下 希望任爱乡、物社、巴兰市集广场会堪 除了同一配合75万元经费优先推动 并承诺将赤资2000多万元不用这块基地 积极规划开发为多功能一战 蜕变成为物社、清静、风景线的接驳 导览及商圈发展的最大推手 县长林明曾在议员廖文贤、林芳瑜、圆明局长史强等人陪同之下 实地会堪仁爱乡、物社、巴兰市集广场 除了同一配合75万元经费优先推动 并承诺将赤资2000多万元不用这块基地 积极规划开发多功能一战 推遍成物社、清静、风景线的接驳、导览 以及商圈发展最大推手 县长林明曾指出 目前巴兰广场市集 即使经过改善基地铺灭、排水以及公测 功能仍仅建于临时探饭市场 县府除了将优先运用中央观光局补助 完成上述改善工程 还有进一步的远大构想也将落实推动 我们来做一些目标的使用 像楼下我们可以来做商场 那么二楼、三楼、四楼 还是农会 他们需要办公厅 我们都可以来配合一并设计 设计、兴建完成 来租给农会来使用 或是卖给农会都可以 所以这块对我们一定要好好利用 在一个山区要找一块这么大的平地 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我们会尽快的想办法 第一步骤先把土地先剥回 剥给县政府 然后我们再积极的来筹筹经费 做规划 把这块土地 变成一个非常有利用价值的一个中火大楼 然后以后要到清境区 要去清境观赏 我们车主停在这边 我们就用接拨车 把它送到清境避免 清境的大骰车 我想这个我们都可以尽量来做计划 尽量来把它完成 业员艾文贤对于林县长 以及园民局的协助表示感谢 相信未来都供了驿站完工之后 一定能够带动地方观光 农业等产业的发展 容景可期 物色地区的巴兰馆厂 县长看了以后 对于这个地方 怎么样的规划 有特别的指示 希望这个巴兰广场 能够做一个环境的改善以外 将来我们先政府 打算把这块土地 来拨用 来做多功能的使用 相信这个地方 如果建置完成 可以带来我们仁爱乡的整个经济的发展 议员廖文贤 林芳宇 香带会主席高俊明 副主席肖传吉 以及大同村长谢荣燕 仁爱乡农会理事长林高棠 总管事代经人都到场陪同 对于林县长重视的巴兰市集 目前以及未来的发展 都代表肯定与感谢 记者参事期仁爱乡采访报导 荣燕 荣燕